结婚七年的黄浩迅和陈志尧 近年多次传出分辨 大夫妻两人都再三否认 近日灾传,Yoyo主动提出离婚 Yoyo还赶走老公Vincent 两个已经分居 而女女就交给妈妈照顾 这日Yoyo出席活动逐一澄清 所有传闻纯属虚寇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情 会写得像真的一样 我觉得大家的偏激能力和想象力 都是非常丰富的 第一,我没有提出过离婚 第二,我也没有提出我老公出门口 第三,我小朋友依然都是跟我们一起的 所以可能有很多各方面的新闻 我都觉得不是事实 而且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消息是从何而来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而大家会做成这样 一次重要的抉择 胜过千八次的努力 今天的生活是由三、五年前选择决定的 而三、五年后的生活是由今天决定的 就是这几句 Yoyo在社交平台上写的正能量分享 让大家开始揣测 究竟这个这么重要的抉择 是否就是指离婚呢 其实我前面那句是说一只蜜蜂的努力 和一只蚊子的努力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说人生努力 就是短章、短章 但是总之我完全没有印象的意思 其实近年Vincent都多次因为拍剧 而和同剧女艺人传出飞吻 好像踩过界的李佳琛 蔡司贝还有江家敏等 不过Vincent每次都得到Yoyo出面 澄清力支持 但是有传今次Yoyo忍无可忍 说的不是老公再有飞吻 而是老公买房也不预计他 这个是西拱清水湾一个新落城的楼盘 赤价万多二万元左右 入场费也要三、四千万 这些机会 如果我有一个好老公 或者一个好儿子送给我就好了 不过暂时看来都要靠自己 谢谢 Vincent曾经公开说过 希望买一层楼送给老婆 而当他荣升事替后 他也承诺过会送一层独立屋给Yoyo 不过去到上个月 Vincent被发现以三千三百零六万 扣入清水湾一间豪宅送给妈妈 这层楼,Yoyo不止无名无分 还有传是在他出货拍摄的时候 看楼和买楼,Yoyo存不知情 更有传的是 Vincent之所以以妈妈知名买楼 是贵了转移资产 离婚也不用分身家 他答应我,但未必是现在 首先我很感谢他 打算送大礼给我,其实很开心 另外我相信他答应我的事 他一定会做到 但只不过是今次他作为子女 我觉得首先要孝顺做父母 对吧,我觉得应该很正常的事 不过Yoyo也承认Vincent有另一头住家 他的确是有办公室的 因为他现在可能除了工作之外 他也会做一些生意那方面的事 他的确是找了一个地方 是给他办公室的 你家里有很多事,你不方便 可能因为一件这样的事 所以令大家有这样的犬策 初初结婚时 Yoyo和Vincent都不时会在社交网站上 post合照曬恩爱 但近年两个post亲爱的都是个人照 最多都是各自和女女拍的照 Yoyo就说不需要刻意post家庭照 而他post的照片,Vincent也有赞 但大家更关心的是 很多时候Yoyo出席活动 在无名指上都没有分戒 分戒我平时也没有戴 平时也没有戴 因为平时很多时候我们拍剧 都不会戴着自己的戒指 有时又会怕我脱出脱入 或者是什么,会怕弄不见 因为有时你拍剧 可能身份未必是结婚的 所以都会好好地收藏 我怕不见 不是现在的事 一向都很少戴 问Yoyo会如何形容两个人的关系 他就说 可否用恩爱来营养 我们就没有变 就是夫妻… 老夫老妻 早两天,Vincent在社交网站上 除了post了一张跟女女画画的照片 还post了一张南天白云照片 今天太阳终于出回来 难道是暗示与Yoyo的关系雨过天青 不过这一天 他出席美女厨房的录影 看到女女和老婆 就明显不愿多说了 看完美女厨房之后 立即觉得要女女快点学习 如何煮食 早点训练厨艺 我想她一直有尝试去玩一下 是 一向都有 老婆煮食好吃点 还是三位美女煮食好吃点 那当然家人煮食好吃点